我覺得你像是那個照片已經很厚 對啦 布萊克拼圖的畫一般 對啊 對 非常謝謝大家反應那麼大 也謝謝很多的朋友能接受 台灣雄士歐巴桑有時候來一點不一樣的變化 就是怕大家看膩了 而且我接受度也非常非常高 我很願意接受不同的挑戰 但唯一比較不能接受就是 如果要我扮演那種搖滾重金屬 那個我就不行了 那你說啊 漂亮的妹啊 又怎麼樣 我也年輕漂亮過 現在不管年紀怎麼樣 心態還是覺得還是很年輕 是比較重要 當然一個不一樣的造型 有人會喜歡 有人不喜歡 是很正常 我都接受 我都接受 但是真的 自己保養跟心態是很重要 醫美是現在的科技 你好好的用它 其實那是很正面也沒什麼不好 但是 我真的沒拉皮了 我也沒埋線 對 就是 當然現在拍照都會有一些 可能就是濾鏡啊 或是說微調 但基本的框架是不會差太多 你想想看我本人 會差 不會嗎 會 會 對啊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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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可以稍微 比如說我們像這種 微整 微調 或是你照片當中的微調 我覺得是可以的 只要不要 就是 是 對 我也不知道欸 就是每一個人的接受度 我是接受度還蠻高的 但 不希望是很失真 但大方向 真的 看本人應該不會落差很大啦 會有一點落差 但我相信那種 心情啊 還有自己吃東西啊 因為我從來不吃甜的 然後我又很喜歡流汗 我又很喜歡曬太陽 那當然如果 有的時候朋友聚會的突發多了一點 但是如果 我第二天要工作會幹嘛 我就不會有突發了 所以你要去節制 你要去看 並不是說都不可以吃 並不是說你都不可以小酌 可以 你可以自己去拿捏 不要影響到你正常的生活 我覺得這比較重要 放鬆聚餐 小酌 沒關係吧 美鳳姐今天來那個婚宴吃大餐 你等一下回去要努力多久啊 其實 其實吃大餐 大餐是 它的菜會很多 但不見得我每樣都會吃到很多很多 然後呢 吃大餐的第二天 或是之前 我會讓自己身體多熱一點 流一點汗 然後多喝水 我會有個習慣我都會帶個水 吃飯以前 我就會多喝水 喝酒 更要多喝水 然後姐 那你大概多久做一次一次 痾 你像通常電波 痾 每一個呢 體質什麼 有人是可能半年八個月 我是一年 去年到一年應該可以再進場保養 那就是有人是八個月 或是有人是一年多都還OK 看每一個人的狀況吧 嗯 它最 嗯 最好的就是 讓我 不會 因為這樣我第二天沒辦法工作 我沒有比任何 我覺得都還好 然後再加上有些微調 真的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 當然你努力工作 你就要努力愛自己啊 對我來講是OK的 那至於有人 有一些說法我都接受 我都接受 謝謝你們的討論 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